过去五年来 中原电子系学生 每周三都会到 关西偏远区域 服务肢体障碍的 独居老人 透过保龄球体感游戏 做肌肉张力训练 并以游戏的方式 吸引这些独居的长者们 能定期走出户外 提升老人的幸福感 都演技的学学 你是看不出来的 可是实际上 它是需要的 只是你看不到 就像说我一样 你看不到 不代表东西 为了让科技能贴近 及改善弱势族群的生活 中原大学电子工程系 自2006年起 投入身心障碍科技服务 已十余年 透过辅具研发 游戏附件等方式 与特教系 室内设计系 以及医学相关科系的学生 利用各自的专业 进行跨领域的合作 然而光有科技背景 是不够的 全世界辅具抛弃率 高达95% 想要做出一套 贴合使用者的设计 就必须亲自走入服务的场域 才能跳脱实验室的限制 真正贴近使用者的需求 场域就是最好的老师 使用者就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学习 直接把它给大家的场域 直接跟使用者 未来使用者面对一面 我们希望从 就是生意障碍的 服务科技主要说 拿来实现 与所谓的想象力 构成的场域 我们应该把每个生产者 当成一个服务的个体 所以我当面对每个个案 我们应该都要 自己规理同一社会的这种服务 张耀仁主任 透过有温度的科技 以参与式设计 激发学生的想象与创造力 研发出符合需求 评价意识用的智慧型辅具 协助身心障碍者 结合服务 让大学生与社会 进行对话与互动 我们并不是高科技的常态者 我们重要的是要找到4000个科技 然后让这个科技 在这个热烂厂 不够发挥大改变的作用 这才是我们的想象 和好参与 Danke